一天晚上,张宗昌把陈佩鱼推到烧得滚烫的炕上,陈佩鱼被烫得蹦起三尺高,口中哭喊,你饶了我吧,张宗昌厚厚大笑,以前你叫我滚,现在我叫你滚张宗昌一脸得意地看着陈佩鱼。 张宗昌是一个军阀,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三不知。张宗昌天天打仗,但他不知道自己手下有多少兵。他做军阀天天抢钱,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银子。张宗昌天天去抢女人做姨太太,可是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女人。 陈佩鱼是红极一时的姑娘。他在山东的玉兰别院弹琴,很多人为了听他一曲,都豪至千金。 陈佩鱼长得漂亮,看起来就是一朵不染尘埃的玉兰花。张宗昌还是团长的时候,他的手下花钱买到了两张陈佩鱼演出的门票。 张宗昌仅仅看了一次陈佩鱼弹琴,就被他迷住了。张宗昌是一个大老粗,完全不懂陈佩鱼在弹奏什么。 可是他却被他的身材和相貌迷得神魂颠倒。张宗昌小时候曾经在私塾上过两年,他为了在陈佩鱼面前展示自己,所以就当着他的面写了一首诗。 大名湖名湖的,大名湖里有荷花,荷花上面有蛤蟆,一戳一蹦的。张宗昌觉得自己写得很好,陈佩鱼听完他的诗,捂着嘴笑了起来。 张宗昌以为陈佩鱼在欣赏他,但他却不知道陈佩鱼笑话他像一只癞蛤蟆。 那天晚上回家,张宗昌辗转难眠,他想着陈佩鱼完全睡不着,恨不得立刻就把他收到自己的家中做小妾。 陈佩鱼的家境不好,所以他才会选择到玉兰别院去弹琴赚钱养家。 陈佩鱼并非真的卖一不卖身,只是对于一般的客人,他根本就看不上。 他既然选择了抛头露面,就是希望可以认识有钱人,能够过上好的生活。 张宗昌当时是团长,他连夜翻箱倒柜,找出他最值钱的金戒指。 第二天,他就拿着金戒指上门拜访,想要见一见陈佩鱼。 当时陈佩鱼还在睡觉,听说有人来拜访。 他穿着稀松的白色睡衣出来,看到张宗昌,又看到他寒酸的金戒指。 陈佩鱼没有搭理他,他嫌弃张宗昌没问话,让下人打发他,赶快滚。 下人出来赶走张宗昌,张宗昌还打算用金戒指贿赂下人一下。 顺便求个见陈佩鱼的机会,可是仆人看都不看。 对张宗昌说,我们家小姐见的人,最少都是师长,等你混到师长再来求见吧。 张宗昌虽然出身不好,可是他从来没有在女人面前受到这么大的羞辱。 他对着陈佩鱼说,你可别后悔,老子要让你跪在我面前。 张宗昌没有家事背景可以依靠,但是他这个人主要就是活络,在最糟糕的环境。 他都能活得风生水起,张宗昌小时候因为家里穷,只能到地主家去帮工。 因为他惹是生非,地主就把他撵走了。 张宗昌没有地方可待,就决定去闯关东,也就是去东北那一带闯荡。 在东北张宗昌浑饿的过了两年,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,可是他脱了关系。 在东北铁路局找到了一个工作,才算是落脚了,因为他有一张三寸不烂之蛇,所以他还学会了俄语。 由于懂了俄语,他居然在铁路局得到一个总公投的工作,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。 后来,有人去西伯利亚陶津,张宗昌自然也去了,还积攒了一笔不小的收入。 张宗昌听说国内环境动荡,各地军阀混战,所以他从国外回到了中国,先跟随一些军阀打仗。 张宗昌做事不留余地,很快就给自己创造出一条路,但是因为他勇武无谋,所以就算手里有人。 他也干不成那事,一直都是跟着别人混。 后来,他又回到了东北,机缘巧合之下,收留了一批俄罗斯的散兵。 他又组成了一支队伍,有一段很长的时间,他还投靠了张作霖。 因为背后有人撑腰,张宗昌也发达了,成了山东军阀。 在山东,权势最大的人就是张宗昌。 他来到山东就想起了陈佩宇,想要报当年的怨恨。 所以他就派出两支队伍,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陈佩宇。 陈佩宇此时已经嫁人了,他嫁给了一个小学校长。 他自己就在小学中担任老师负责教导小朋友们上课,他还有了两个孩子。 张宗昌知道了他的情况,却不打算放过他。 因为张宗昌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。 当年,他入城时,就因为狗吵着他们狂吠。 所以他就下令全城杀狗。 他这个狗肉将军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。 张宗昌让人将陈佩宇抓来。 他把陈佩宇身上的衣裳扒光,把他扔到烧得很烫的炕上。 陈佩宇在炕上,被烫得直打滚,他只能向张宗昌求饶。 可是张宗昌却说, 以前你叫我滚,现在我叫你滚看着被烫的陈佩宇。 张宗昌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 后来陈佩宇支持不住了,他拉着他的手臂求饶。 他才放过了他,不过陈佩宇也顺理成章。 做了张宗昌的十六姨太太。 陈佩宇看不上的人,居然强行占有了他。 而且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,也没有人敢来救陈佩宇。 陈佩宇的丈夫回家之后,发现老婆不见了。 他到处找寻和托人打听。 不成想,陈佩宇被张宗昌带走了。 他没有办法营救,只能选择跳河。 末期少年穷,陈佩宇从来没有想过。 仅仅只是看不上的一个年轻人,却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。